和洪生四方太太大家关注最少的就是三太陈婉珍了 前段时间她的妖女和超练跟内地男演人斗肖结婚 持续三天上了热搜 婚礼细节更是限杀所有人 相比于其他太太子女强强联姻 三太的宅女和超云嫁给了消防员 和超连也嫁给了演员 很多人都说三太豪门联姻梦碎 但事实上她的子女跟她本人的性格一样 不争不强活得非常自在 当年未孝毕业的陈婉珍 被二胎安排去照顾车祸十亿的大太太 后来被赌王和洪生看上成为三太 正因为是护士出身 三太陈婉珍非常喜欢照顾别人 平时经常参与社会慈善活动 所以和洪生最喜欢带着她参加慈善晚会 一次晚会上主持人将蛋糕递给三太 三太把第一口给了和洪生 当时四十九岁的陈婉珍保养得非常美 让八十岁的和洪生看直了眼 正因为陈婉珍善解人意的性格 和洪生才会格外青睐她 而她一直当个局外人做山关虎斗 不争不强的得到了六十七亿家产 比两万琪还要多十亿 成为最后的赢家 更何况她还掌握着东南亚的产业 几辈子都吃穿木仇 对此你喜欢哪个太太呢 对此你喜欢哪个太太